美国国务院30号发表年度人口贩卖状况报告 把缅甸、乌兹别克斯坦、苏丹和海地等八国 列为贩卖人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 不过美国却提升了泰国人口贩卖状况的等级 这个举动被抨击为试图拉拢泰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30号发布了年度人口贩卖状况报告 这份报告将缅甸、乌兹别克斯坦、苏丹和海地等八国 列为贩卖人口情况最严重的国家 其中朝鲜更是连续14年被列入这个级别 这份最新的报告降低了对20多个国家贩卖人口状况的评价 虽然形容泰国重要的水产行业仍广泛存在着强制劳工的现象 但该份报告还是把泰国从最差的国家名单中去除 这个举动被抨击为试图拉拢泰国政府 不过国务卿克里在公布报告时间称 报告是根据客观的评估完成的 完全没有政治考量 《川普文化》中央现象征则的 部署人口状况和人数码 云通继柳 still today claims more than 20 million victims 至于我国方面 自去年提升至第二级别的观察名单之后 今年依然维持在这个级别 美国驻马大使引如上指出 虽然大马在打击贩卖人口的政策 以及保护受害者方面都有所进展 但是在执法方面却依然不到位 美国2000年的保护人口贩孕受害者法 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发布报告 评估各国政府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的工作 今年的报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 188个国家进行了评述 NV7综合报道